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A联赛女子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女族成功的旁边翩翩起舞 迈卡尔·布里奇斯得到23分 蓝王以135比103击败以色列的拉安纳纳队 星期五的时间表 战争减去射击 为什么印巴之战不仅仅是一场世界杯比赛 在蒙特利尔季前赛中 多特得到24分 蒙特利活塞队以128比125击败雷霆队 请大家收看 A联赛女子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女族成功的旁边翩翩起舞 悉尼先驱晨报 预计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女子A联赛 将在女子足球世界杯成功之后蓬勃发展 其中已有10支球队报告了创纪录的会员人数 该联赛的专员尼克·加西亚表示 世界杯使得国内比赛处于多年来的最佳状态 然而 球员和官员们警告称 比赛的增长和成功不能仅仅依赖于球迷的参与 还必须从上至下进行改善 包括设施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迈卡尔·布里奇斯得到23分 篮王以135比103击败以色列的拉安纳纳队 多伦多星报 布鲁克·林篮王在季前赛中以135比103击败以色列的拉安纳纳队 迈卡尔·布里奇斯以23分领导篮王 而哈里·吉尔斯三世则以16分和10个篮板完成了两双数据 德维恩·贝肯和昆达里 维瑟斯各自为拉安纳纳队贡献了17分 在其他季前赛中 底特律活塞队以128比125击败俄克拉河马成维亭队 休斯顿火箭队以120比87击败新奥尔良提湖队 奥兰多魔术队以108比105击败克利夫兰骑士队 亚特兰大老鹰队以103比102击败孟菲斯辉雄队 华盛顿骑财队则在98比92逆转夏洛特黄峰队 星期五的时间表 美联社 10月13日由几场NBA季前赛和NHL比赛安排 迈阿密热火队将在晚上7点30分对阵圣安东尼奥马次队 荆州勇士队将在晚上10点对阵洛杉矶湖人队 在NHL比赛中 亚利桑纳兵魂队将在晚上7点对阵星泽西魔鬼队 匹兹宝企鹅队将在晚上7点30分对阵华盛顿首都队 战争减去射击 为什么印巴之战不仅仅是一场世界杯比赛 悉尼先驱晨暴 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在国际版球理事会世界杯中首次进行一场比赛 这也是八年来两国首次交锋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 曾发生过三次战争 并存在许多争议领土 然而他们之间的板球竞争备受期待 被视为球迷们的梦想之一 比赛将在印度爱哈迈达巴德举行 那里有一个庞大的板球场 并且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家乡 为了确保比赛安全无事故 安全措施将非常严密 两国的正常生活将在比赛期间暂停 在蒙特利尔季前赛中 多特得到24分 底特律活塞队以128比125击败雷霆队 多伦多星报 底特律活塞队在NBA季前赛中 从第四节12分落后的局面中逆袭 以128比125击败了俄克拉和马成雷霆队 詹姆斯 怀斯曼以20分领衔底特律活塞队 而雷霆队的卢根茨 多特则以全场最高的24分得分 多特在他的家乡蒙特利尔的比赛前 受到了起力鼓掌 哈马斯公然进行了实战演练 数周前发布了模拟袭击的视频 这一切都在边境突破之前 美联社 据美联社报道 哈马斯在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中 将其广泛的准备工作公然隐藏起来 美联社审查了哈马斯在过去一年发布的视频 这些视频显示激进分子们为袭击做准备 包括爆破边境门的复制品 摧毁墙上混凝土塔的模型 以及参加实弹演习 这些视频还展示了袭击的复杂性 其中包括爆炸装置 推土机 无人机 和狙击手的参与 这次袭击动摇了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湖的支持 他建造了这道墙来保护以色列 免受哈马斯激进分子 从边境围栏下挖隧道的袭击 如果迈克再次被替换 格里尔应该成为下一个上场的四分位吗 布里尔和佩里进行辩论 雅虎 新英格兰爱国者需要在迈克 琼斯表现不佳后制定B计划 琼斯在爱国者对达拉斯牛仔队 和新奥尔良胜徒队的比赛中 被替换下场 并在两场比赛中失误五次 贝利 扎佩替换了琼斯 但表现不佳 如果琼斯再次被替换 体育画报的阿尔伯特 布里尔和菲尔 佩里认为 威尔 格里尔应该有机会 因为他可能是阵容中 身体素质最好的四分位 格里尔曾于2019年 被卡罗莱纳黑豹队选中 洛杉矶充电器队的 周一晚上 对阵达拉斯牛仔队的表现 他在训练中 一直戴着手套 以便遮盖伤势 并提高对球的控制力 赫伯特在10月1日 对阵拉斯维加斯雷德队的 比赛中受伤 他在休赛期期间 一直接受治疗 并没有对他的比赛 做出任何其他调整 电荷队的教练布兰登 斯特利也谈到了 最近将脚为JC杰克逊 交易到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决定 他表示 这是对球队最好的决定 观看 Lakeview对阵Battle Creek Central 在足球区域赛的第一轮比赛 雅虎 Lakeview和Battle Creek Central足球队 在区域比赛的第一轮比赛中对决 比赛激烈而竞争激烈 双方队伍展现出了 极高的技巧和决心 最终 Lakeview以2-1的比分获胜 这场胜利是强大的团队合作 和出色的防守表现的结果 Lakeview 现在将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NBA总经理调查显示 斯蒂芬 库里仍然让对手感到恐惧 雅虎 NBA每年的总经理调查显示 荆州勇士队的球星 斯蒂芬 库里仍然是迫使对手教练 做出最多调整的球员 库里在调查中获得了40%的选票 而丹佛决精队的尼古拉 约基奇以33%的选票位居第二 库里的百分比较去年的52%有所下降 但他仍被认为是给对手教练带来最多困扰的球员 调查还显示 库里是NBA最好的控球后卫 在这一类别中获得了63%的选票 他还被评为最好的纯射手 和最擅长无球移动的球员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体育新闻 首先 女子A联赛在澳大利亚女足成功的热潮下迅速发展 已有十支球队报告了创纪录的会员人数 这显示出 女子足球在澳大利亚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 然而 球员和官员们也提醒我们 比赛的增长和成功 不能仅仅依赖于球迷的参与 还需要在设施和专业水平上不断提高 在篮球方面 布鲁克林篮网在季前赛中以135-103 击败以色列的拉阿纳纳队 迈卡尔·布里奇斯得到了23分 成为了全场的领导者 而底特律活赛队也以128-125逆转击败 罗克拉和马成雷霆队 詹姆斯·怀斯曼为活赛队贡献了20分 另外 星期五的时间表中 还有一些NBA季前赛和NHL比赛 迈阿密热火队将对阵圣安东尼奥马次队 中州勇士队将对阵洛杉姬湖人队 在NHL比赛中 亚利桑那冰魂队将对阵新泽西魔鬼队 匹兹宝企俄队将对阵华盛顿首都队 此外 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在世界杯板球赛上进行一场比赛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但板球竞争却是球迷的梦想之一 为了确保比赛的安全 安全措施将非常严密 比赛期间两国的正常生活也将暂停 在其他领域 哈马斯公然进行了实战演习 这在边境突破之前就已经有所准备 这次袭击动摇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的支持 他建造了这道墙来保护以色列 免受哈马斯激进分子的袭击 最后 NBA总经理的调查显示 斯蒂芬 库里仍然是对手感到恐惧的球员之一 库里在调查中获得了40%的选票 被认为是给对手教练带来最多困扰的球员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新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和提问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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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